大家好,我是東英走的喬和鮑勃 關西地方稱作禁忌地方由二府五線所構成 大約有兩千三百萬人 人口的密度比台灣還要高 能夠拜訪的景點跟享受的美食絕對不輸東京 京都的金閣寺、川闖料理、大阪的新齋橋、章魚燒 神戶的海港風情、高級牛排、奈良的大佛 紀錄跟燕根的國寶城堡 這麼多的景點要怎麼安排行程 那本支影片包括就用一日遊的方式 介紹關西地方的不同玩法吧 世界遺產東大寺為奈良旅遊的必訪景點 周邊的春日大社以及新福寺 接著位於奈良公園內 而位於京都宇治除了有好吃的抹茶以外 也有世界遺產一部分的平等院 桃山有差有氣氛的老街 福建道爾大社有讓觀光客趨之若露的千本鳥居 這幾個地方雖然聽起來距離很遠 但其實都在奈良線上 可以順順的當成完美的一日遊喔 我們一早七店左右就從奈良開始 早點展開的行程比較可以避開東大寺的人潮 所以前一晚可以坐在車站附近的飯店 然後直接吃這裡的早餐 我們第一站就先走去奈良公園這一帶看歷史建築吧 東大寺與西元728年的興建 距近已有1200年的歷史 境內有八處建築 與昭和以及平成沿間被指定為國寶 大佛店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 正面寬度57公尺 升50公尺 現存的大佛店是西元1709年的建造完成 而內部的大佛約15公尺高 第17年而完成 南大門應該是看大佛之前的必經之路 原本的南大門與平安時代被大風摧毀 現存的於西元1199年 由重原上人重建完成 門高約25公尺 非常的氣派 國寶二月堂鳳寺十一面觀音 原本於西元1180年完成 但已經戰火二次存毀 後於1669年重建完成 並於西元2005年被指定為國寶 在東大寺旁的春日大社 是距近1300年前 奈良建築之時 由此成縣的鹿島神宮 迎接五望垂命神像 來到神山玉蓋山的山頂浮雲峰 聽說五望垂命是騎著一頭白鹿來的 所以至古以來鹿 就成為神的四重受到良好的照顧 春日大社本身也是全國一千個春日神社的總本社 境內非常的幽靜 而且被綠樹所環繞 非常適合散步 距今有1300年歷史的新浮寺境內的五重塔 也是代表奈良的地標之一 於西元1426年重建 國寶東京堂 於西元1415年建立完成 內部有蓮倉平安時代所建造的 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寶雕像 現在時間大概十點半左右 我們到奈良公園附近的商店街晃晃吧 這裡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甜點版名店中古堂 這就是職人現場高速打麻糬給你看 不要以為這只是普通的作秀而已唷 聽說這種製作方式 可以讓麻糬吃起來更軟Q 吃遍日本甜點的包勃 也點了一個現做的艾草麻糬 口感Q彈 像甜甜的紅豆 真的很好吃 離開奈良我們坐車40分鐘 來到了宇治 來拜訪一下平等院吧 平等院國寶鳳凰堂 於1053年建造完成 將近1000年來 幸運逃過戰火而保存至今 由於具有歷史意義 在西元1951年 被日本指定為國寶 建築的屋簷上有兩隻鳳凰 也是鳳凰堂名稱的由來 能夠襯托出鳳凰堂美感的最大工程 就是於平安時代完成的平等院庭園 春天的時候有櫻花 夏天的時候有蓮花可以欣賞 星巴克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到店 就直接開在平等院旁邊 室外室內都很漂亮 在櫻花季的時候來訪 可以在日式庭園喝咖啡賞櫻 現在時間是中午時間 我們就在這裡買個三美枝衝擊一下 在平等院的對岸走入約十分鐘的路程 就是另外一個國寶建築與至上神社 本店建於平安時代的後期 實現存對國寶的神社建築 另外旁邊的國寶拜殿 建立於蓮艙時代前期 最近八百多年前完成 雖然與至上神社 比較起其他知名的神社 可能少了一點豪華感 但因為歷史的狀況性 像這兩棟建築 於1952年被指定為國寶 也在1994年 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從早到現在已經吃了不少東西 但感覺還可以再來吃點甜點 中村藤吉本店 是一家已經開160年的老鋪 本店是明治時代茶商宅邸 非常有特色 而且景觀很好 我們點了余智本店限定的 マルトパフェ 紅吉茶生茶Jelly 還有剉冰 甜點裝在竹子裡面 真的超有感覺 而且份量很大 每挖一口就有不同的驚喜 再喝一口現泡的茶 真幸福 吃完下午茶現在大概4點 我們搭乘15分鐘的車子 從宇治來到桃山站 如果愛喝酒的人應該知道月桂冠的日本酒 福建就是這裡月桂冠本社所在地 但無論喜不喜歡日本酒 在酒葬老街 也非常適合散步跟拍照 四田屋是版本龍馬曾經住過的旅館的舊址 對江湖末期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拜訪這裡 那我們在桃山這一區大概待個一個小時左右 現在大概下午五點出頭 我們從桃山搭乘兩站五分鐘來到稻河站 也就是世界知名福建稻河大社所在地 這裡24小時都可以參觀拜訪 所以晚一點到避開人潮或許也不錯 這裡起源於西元711年 是全國共有三萬座稻河神社的總本宮 據說是關係七年參拜人數最多的地方 包含西元1499年重建的本殿 今年有不少綜合文化財 這區最有名的千本鳥居 是從江湖時代開始參拜者捐獻鳥居給神社 而這些鳥居就加在本殿通往道河山山頂奧社的路上 形成差有美感的景色 怎麼樣拍都漂亮 拜訪完福建稻河大社大概也是晚餐時間了 我們搭乘兩站五分鐘來到京都車站附近 晚餐也吃個拉麵吧 如果要說京都最有名的拉麵店之一 那就非本家第一序塔嘎巴西的本店莫屬了 這家店真的是永遠大排長龍 可能也是因為太知名了 營業時間也直接從凌晨開到深夜 塔嘎巴西已經開了五十多年左右 使用脂肪飽滿的國產豬肉 跟福建產的老鋪醬油味道 湯底十分的搭配 麵本身使用優質的小麥粉 吃起來的味道非常的順口 雖然大家應該都已經累到爆了 但如果僅存一些體力的話 推薦回飯店之前看看京都車站的夜晚 如果百貨公司還沒管的話 可以趁機爆買一些紀念品 那京都車站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品 大家可以來車站看一下夜景 跟車站的建築工藝 我們的一日遊也在車站的夜晚中結束囉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會見到我們 2千萬塊